大家好,欢迎来到Mandarin Corner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为什么中国年轻人不爱运动 首先,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大家看我是不是属于还算比较瘦的女孩 这也是典型的中国女孩的身材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女孩都这么瘦 爱美是人的天性 我也一样,希望能保持苗条的身材 而我不是个很容易胖的人 所以这也给了我不运动的借口 但这并不代表我很健康 其实最近几年我发现我的身体有很多小毛病 比如头痛、失眠、胃痛 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心情 直到去年我开始注重自己的健康 每天跑步、饮食、营养 以前我是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 现在我会每天吃肉、蔬菜、水果等等 在我坚持运动一年后 我发现我能睡了 头痛的毛病也减轻了不少 最重要的是我的心情比起好了很多 不像以前那么经常抑郁了 这证明了运动确实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健康 虽然人人知道这个道理 可却很少有人去做 每次去公园里跑步 看到的都是老年人在跳广场舞 几乎很少看到年轻人出来运动的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是我网上调查和询问身边的朋友 得出的几个原因 第一点 意识差 很多人也同意 运动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可就是不去做 原因也是各种各样 有人说是因为 每天上班 没时间 也有人说 没有钱 去健身房 首先我觉得健身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 在家里 在公园里 这些公共场所都是可以运动的 说没时间的人 大部分都是有时间玩手机 睡觉 看电视的 所以还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运动的重要性 在中国 男人们有赚钱买房子 去媳妇的压力 所以自然而然的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而忽略了自己的健康 女人们却觉得 如果瘦的话 就不需要运动 因为运动得以捡肥 有一次 我跑完步 去超市买菜 老板娘很奇怪的 看着我 说 哎 你这么瘦 还需要跑步吗 而上学的孩子们 每天忙着考试 没有时间运动 甚至连家长都觉得 只要孩子成绩好 能考上大学 找个好工作 娶个老婆 买套房子 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点 审美观 如今是个以瘦为美的时代 女孩子们认为 只要瘦 就是好看 而大部分的中国女孩子 都是像我这样子 比较瘦的 所以对于她们来说 运动自然是没有必要的了 而且有的女孩子认为 跑步会让小腿变粗 这绝对是她们不能容忍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男孩子打扮得像女孩子了 而女孩子呢 也渐渐的喜欢上了 小鲜肉这种类型 肌肉男则给人带来一种 暴力的感觉 有的女孩子说 嗯 一身肌肉的男人 看着很恶心 甚至有点害怕肌肉男 我们有一句话说的是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如果大家都觉得 长着一身肌肉 是很难看 而且是不聪明的标志 那为什么还花时间 花力气去锻炼呢 最后一点 懒惰 有一些人呢 是想运动 也知道运动的好处 可就是没时间 我们没有时间运动 可我们绝对有时间玩手机 手机是个好东西 它能打电话 发短信 看电视 甚至购物 叫餐 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 我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也能 换下手机 站起来 动动 不是为了瘦 也不是为了美 更不是为了钱 只是为了让你更健康一点 好 如果你也同意我的观点 请给我点个赞 或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并且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Mandarin Corner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